美人山小irs podium 插曲 演唱 彌音 將來 演唱 彌音 將來 各位同心 現在開始上課 大家請坐 各位同心 現在開始上課 大家請坐 各位同心 午安大家好 好 大家吃有肉嗎 有 有喔 有的愛睡來 蛤 我不能跟你們禁止你們愛睡 但是我有一個要求 不要出聲就好 歡迎各位又回娘家 我們大家 那是說很多人可能 那個國旗班畢業之後 就不再來逃亡了 現在頭一次 現在又吞天 所以可以說 大家又回娘家 回來走春 和走春 希望以後 大家比較接著回來 其實 可能以後 大家 要比較接著回來 怎麼說 大家可能有聽到 比書長在一起在說 美國要來 我們的時間 沒有多久了 所以 大家就要 大家 比較認真 讓你的基礎打得知道 準備 將來的 要接的任務 我今天 利用 這個時間 給大家介紹 因為大家 將來都是 我們民進府的 高級官員 所面對的 應該是都 行政空氣 所以 我利用今天 你的時間 給大家介紹一些 一些 行政 事務 的 上色 要給大家介紹的 內容大概是這幾點 這個 行政的角色 還是說行政的任務是什麼 第二 行政的依固是什麼 根據是什麼 第三 行政的便座 就是 行政的實務 第五 各位都是 高級 行政官員 所以是 屬於領土改善的 行政事務 最後第六點 接政的時候 事務是什麼 剛才 行政的角色 行政是什麼 在 一個 這個 民主的 社會 裡面 有 事情 三管 分立的 行政是 集中的 一部分 這是 基礎的項目 大家 大家都知道 就是 什麼三管 立法 行政 司法 這三管 在這三管 分立的 政體裡面 要 獨立 運作 但是 要 互相 祭奮 政府 也有 介紹 美國的 國會 和 美國總統 的 互相 祭行 的 政行 國會 統計的 安定 總統 可以 和 嚮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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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去 後 眾議院 參議院 可以再經過 三分之理的 多數 還把 環島 回來 所以就是 佛相在在 正行 我們現在說 比較 具體的 這個 三管 分立 佛相正正行 是怎麼說 就是 法律 實力 法機關 創作 由 行政 機關 來接行 最後 由 司法機關 來做 歸石 歸石 歸石的意思 就是做 破割 要做破割 只有司法機關 有管理而已 反而回來 他沒有管理 創立法律 法律 他不可以做 他也不可以接行 接行是行政機關 在做 我們現在舉一個 比較通修的例 比較容易了解 比較容易了解 譬如說 我們將來 民進府 成立了後 我們感覺說 跟人家 頭部的東西 做菜 這種行為 我們不可以接受 所以就要定一個法律 來處佛 這種行為 這個法律 如果成立後 立法的單位 成立後 交由 行政機關去接行 我們的行政機關 就是什麼 就是 警察 警察是我們的 行政機關 所以 他就要去接行 這條法律 他要去抓刀 如果有人 在想 亂亂去 跟老闆的東西 去讓警察抓到 警察要怎麼處理 警察不可以處理 警察就要將這條法律 交由 司法機關 來去法院 去讓法官 去 幫助 警察 本身 不可以幫助 警察 沒有管理 他只有接行 法律 但是 他不可以規制 法律 所以 用這個 做事 跟警察 這個 例 給大家了解 這意義在哪裡 我們現在 外公路回來 又說了 我們 那個 本身的問題 行政機關的角色 可以說 他的任務是什麼 是在接行法律 看 那 還告訴大家 一路 再被捷捷 記住 希望 政府 可不可以管老百姓 可以的請舉手 OK 這樣一個而已 不可以的請舉手 哇 大多數呢 這位大哥 比較小的 你就要服從大多數 會好笑 其實不是會好笑 實在是這樣 政府不可以關老闆心 我們聽起來覺得怪怪 中國師匠會想說奇怪 我政府怎麼不可以關 現在要怎麼過世 政府是什麼 政府是不是行政機關 政府就是行政機關 行政機關是在哪裡 我們這樣說 他的覺醒是在執行法律 他不是在關老闆心 所以政府不可以關老闆心 如果在一個民主社會 如果在一個民主社會 所以將來各位 如果去接關一個政府檔位 你變成那個檔位的一個行員的時候 千萬不要想要關老闆心 第二 我們現在知道行政的角色是什麼 他的認譽是什麼 現在來看說 行政 他要漢堂的時候 是要關老闆心 行政的人物是在執行法律 所以一切的行政的工廠 必須要根據法律的規定 聽起來很有理 實際上也是要這樣 這是什麼意思 就是說 一切依法辦理 這不是開玩笑的依法辦理 不是在差人物的一關依法辦理 這個依法辦理 有兩種的意義 一種就是說 不得違法 你辦行政的人 自己本身 你不但要根據法律來辦 而且你自己在辦事的時候 不可以違反法律 不得違法 再來 也不得無法無天 法律不規定的 你不可以自己記下去 不可以無法無天 不可以記法的 對吧 法律不規定就要做什麼 你不可以跟他做 所以這個依法辦理 這開始就要依法辦理 根據法律的規定 你只要做 他規定什麼 那 那是事情 不規定的 你不必要記法 在這裡 請大家要注意 依法的法律 是來自立法機關 就是我們剛才說的三關分立的 那個原則 那個法律 我們要建議的法律 是立法機關所創造的 不是政黨的注定 不是政黨的注定 在臺灣 民主社會 好的現象 所以大家前面要記 我們這個政黨的注定 也可以把它改 可以改成 宰團的注定 政黨 要做什麼事 不是要聽宰團的話 你就要看法律 自己規定什麼 宰團 不可以 把你出注定 再說下去 在在敵宿的政行之下 經濟立法機關的受關的時候 行政單位 可以製造 法律的 執行施設 我們剛才說 行政機關 是不可以創造法律的 但是立法機關 如果有那個管理 給他 他可以規定 不是做法律 他是 制定 法律的執行使者 要是 做 裁判 我們舉個例來 說明 譬如說 行政機關 可以辦法 建築福庫 這就是他在做財官 這就是他在做財官 我們要去這間房 要把行政機關申請 申請 建築 福庫 如果下他的條件 法律上規定的條件 這個行政機關就要 建築福庫給我們 還有另外一個例 還有另外一個例 譬如 譬如 警察 我們如果敲燒的時候 他可以直接開法庫給我們 這也是 立法機關 市管 讓警察 讓警察說可以這樣 不必要 將敲燒的人先抓去發揮 要這樣讓發官 在那裡跟他打說要發多少 這不需要 這個敵書正行之下 行政機關 可以做這種事 說到這裡 我還有問題要請教各位 什麼問題 大家聽好 法律 沒有規定的 是準還是不準 法律沒有規定的 準不準 準的請舉手 不準 差不多 將近十個人 法律 沒有規定的 不準 請舉手 大多數 大多數 一次就要多拜 多數要服從少數 你們大家不懂嗎 我說我沒有面子 其實就是這樣 在這個情形之下 多數要服從少數 可見我們的觀念 還不清楚 就要改 怎麼說 法律沒有規定的 就是準 高速公路 大家想看看 如果沒有跟你反疏 叫你 篩100公里以來 這樣 篩你篩多少 是不是尊利篩100人 也尊利篩100人 甚至尊利篩 看你要篩多少 都可以 對不對 沒有錯吧 所以 沒有規定的 就是準 這個觀念就要改 還有另外一個方式來規矩 法律是什麽 法律是什麽 法律是什麽東西 北爪西歐禮 沒有錯 北爪西歐禮 我們是怎麽要定法律 那個法律 定法律的原因就是 是說 我們的行為 就要受到 索伯 要犯罪 好像說 要犯罪 你不可以當頭的東西 所以 我們才定 那個差辣的 法律 對不對 我們沒有定 那個差辣的 法律的時候 是不是 我們以前 你當頭的東西 當然 這 不是 好的例 但是 大家可以了解 反律 沒有規定 就是 準 這樣 我現在講到這裡的時候 我現在講這個實質的例 讓你們 了解 這是真正的故事 大家可能還會記得 特別 年紀到我差不多 應該會記得 1996年 中華民國 日本第一次 民選總統的 時候 那時候誰 對 阿彌陪也對 所以 為了 要 慶祝還是 要 發揮 他動選 所以他要定義的時候 選擇一個 代謝 的 政策 所以 有一些古早 犯罪的人 經過代謝 之後 變成 無罪 這個中間 有一個人 得到這個好處 什麼人呢 就是 民進黨 古早的 這個東主室 這 無性改 沒有錯 那無性改 是如何 得到這個好處 因為 他本來是 真普立委 去中華民國 那個時候 還有一個 行法 一百 一百條 到一百零一條 判斷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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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有罪 所以 不可以做 立法委員 判斷公權 現在阿彌陪 定義的時候 代謝 他就寫掉 所以他變無罪 無罪要怎樣 他就說 我本來是 立法委員 現在無罪了 我要做立法委員 所以他向中華民國 來政部 申請 說要 恢復 他的立法委員 的主権 那個時候 來政部 裡面 有一個 社會司司長 就跟我們 剛才那些 台杜蘇人 一樣的意見 他看見 他說 法律沒有規定 不準 他說不準 報紙還不可以 所以我在帝國園 我看到這個報道 我看一個 笑一個 我水氣沒有了 所以 沒有再掉 如果沒有 情形 會被掉水氣 這個故事 是這樣的 所以才讓我 感覺說 欸 這種故事 可以拿出來 跟大家分享 給大家了解 法律沒有規定 不是不準 法律沒有規定 是準 問題出在哪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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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 他已經結束了 不好意思 他批評 要是 他也多辭一舉 因為他沒有罪 子聯 就是被 匯合 他的立法委員 的子儀 他不必要 再申請 對嗎 但是害到 那個 社會司司長 你說 你要申請 法律沒有這個 申請 匯合立法委員子儀 的法律 所以我也不準 他不可以辦 其實 他不可以說不準 他應該說 就沒有這個法律 當然也是準 你就不用申請 對吧 OK 大家叫 法律沒有規定 就是 準 再來 現在就 比較簡單 現在 比較簡單 平常的便宜 大家應該也知道 普通通 就是 中央 和地園 中央和地園 我們現在 民進府的便宜 地園已經有酒 和菌 可能 有人 因為要參加 菌室的科技 甚至已經 結束了 也不一定 既然有中央和地園 現在中央和地園的管理 怎麼分配 就會變成 兩種的制度出來 一種是中央的執管 一種是有地園子地 我相信我們 可能會執行 會加一個 有地園子地的這關 靜貼 因為 如果有地園子地的時候 地園 可以根據它自己的特色 它的地園的特色 創作一些 它的地園 特別的政策 讓地園有這些 子儀位的管理 現在再來 跳聲筋 會沒說到 行政機關 我們現在 我們講到這段 在講行政機關 行政機關 其實 也可以分作兩種 一種是有政府機關 一種是 事務單位 政府機關 在中央 集 是不是 將來在軍裡面 也可以有的 它是在做什麼 主要是在做 政策的研究和議定 政府機關 政府機關 我們一般所了解 應該就要做這個事情 事務機關 跟我們剛才舉的例 警察 那是 客政處 那是 負責 負責 負責單位 這都是在 這邊法論而已 他們不必要創作 政策 政策都是上頭 政府機關做好 交給他們辦 他們就照規定去辦就好 這就是 事務機 事務單位 事務機關 這是 行政的事務 現在就 來看行政事務 是什麼問題 行政的事務 所建設到的 大概就是 三項事務 人和事務和事務 你要辦行政 都被離開 這三項事務 可以這樣說 人是什麼 行政 服務的對象 是老百姓 那也可以 情報說 是 客服 他來辦什麼事 他就是 我們行政單位的客服 那如果是我們的客服的時候 要怎樣 我們行政單位 是不是對我們的客服 不但 不可以關掉 而且 就要客氣 還有禮貌 這好像 怎麼說 好像理所動的就是這樣 其實 是不是 都會這樣 不一定 不過 我們台灣 現在 也有一個機關 有這麼做 大家應該知道 你們在申請 身份證的時候 是不是就要去 保證 單位 現在那個保證單位 都很低 你是不是 可以看到 那個 你要辦公的人 坐什麼椅子 都看得到 我們離去 老婆 都有人 碰一台要請你 問你說 你要辦什麼 你如果說之後 他就會帶你去 那個棟外面 你什麼地方辦到可以 不需要多久 我們現在就拿到 那個保證天分 可以來辦我們的 身份證 這以前不是這樣 可能 頭那裡 金金像我 這種理會的人 他們都要知道 要去上公所 還是上公所 要看那個辦事的人 都看不到 大家都很高 沒有人要接你 你去 你站一步 也沒有人會來幫你問 沒有人在管理 男朋友 男朋友 聊天 男朋友 聊天 男朋友 沒有人要自己 現在不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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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種好的現象 我們就要保留 所以將來 我們接情之後 各位 在你的談戀 就要這樣 才會立到老闆時的環境 再來 所間接觸的事情 我們行政機關 所接觸的事情 就是什麼 就是我們的感動 我們的業務 我們的事務 這是什麼 行政的業務 是法律 高班的任務 剛才我們說 法律定什麼 叫我們做什麼 這就是 我們的事 所以 行政機關的 職人和義務 是什麼 在法律 就要寫得很清楚 那個法律 要叫我們做什麼 就要寫得很清楚 要跟人家說 就要做什麼 不可以 含含不含 含含不含就是什麼 像我這句的一些例 ROC 大家知道 ROC 有很多法律的條文 都有一條 主管機關的這個規定 譬如說 這個 共識法 第五條 它有規定 什麼主管機關中央 是經濟部 第五是負伺政府 群人法十九條 也有這個機關的規定 農會法第三條 行政院農委會 是他中央的主管機關 第六次還是負伺政府 是他地方的主管機關 再來 譬如說 食兵衛生管理法 第二條 帽子 中央主管機關 是什麼 中央衛生福利主管機關 好嗎 好嗎 是負伺子 管是政府 大家看到這個後 我還請問各位 這些誰的主管機關 到底他們在管什麼 他們管什麼 這些都是行政單位 都是行政機關 我們剛才說 我們剛才在說 行政機關是在執行法律 他不是在創作法律 也不是在過世法律 到底 ROC 中央的行政機關 決定說 你們這些是主管機關 到底在管什麼 我們這裡就是在說 說法律就要 規定這個 行政機關 要做什麼事情 要定得很清楚 要定他們的行政機關 是主管機關 他們在管什麼 有人知道嗎 管家庭的機關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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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不一定是這樣 因為家庭就沒有機關了 你如果公司法的時候 對嗎 農會法 家庭就農會了 農會不是機關 農會是民間團體 對嗎 他也不可以管老闆性 我們剛才說了 所以 到底他在管什麼 有人知道嗎 當然也是不知道 如果知道就很奇怪 其實這些機關也不知道他們要管什麼 因為我都沒有規定 好像很統統說你們是主管機關 對吧 所以不知道要關什麼 不知道要關什麼時候 要怎麼辦 他要辦理 可能沒有規定 所以 所以有一個現象 會發生 他不知道要關什麼時候 就怎麼辦呢 就是大行中觀 對頭關的賣 對天上關的頭賣 對天上關的頭賣 每個人都要管 每個人都要管 如果說到告訴我 都是要政府管 都是要管 所以他要管 所以 補助到會出這個現象出來說 多頭馬車 有這個什麼彈梨 還是什麼好坑的 大家都要管 因為管是一種的管理 對吧 如果有管理的時候 大家都要拿 所以大家都要管 但是如果發生問題的時候 就是我們大行這樣說的 都沒有人要負責 這個 大家都算了 理由很好 這個不是我要做的 我是主管機關 這個是我管的 不是我要負責 對吧 所以他們沒有需要負責 大家都只能管 是不能做 也不會負責 我們不是在跟 在跟客家 真的 最後不是 食品發生這麼多事情 一間比一間更嚴重 所以 有一個 這個食品的主管機關 有哪一個管 人家說 我管了賣 我死這 這身水跟白鍊 不應該 沒有呢 沒有呢 對吧 以前 人家出問題 還是農會信仰部出問題 有一個主管機關的管管 說我管得不好 我自動死這 沒有呢 對吧 所以 所以 這種禮 我們就要去避充 不可以讓它存在 行政機關 行政機關是在接行 不是在管 千萬大家要記好 最好 最好 行政機關 牽涉到 錢 因為 你要辦事 辦行政 需要錢 這錢就是經費 經費就是什麼 避免 避免來的 避免來的 這避免從哪裡 就是要向老百姓 靠小金 老百姓的費 大錢嘛 所以 辦行政的人 應該要遵守 正義 不能浪費老百姓的錢 大家千萬不要記 將來 你的單位 不能讓它有浪費的現象 特別 不能有這個中國的奧文化 的這種情形 什麼奧文化 大家可能都知道 消耗預算 這也是中國文化 消耗預算 看到 年中在要結束的時候 預算開不完 快把它開給 對吧 說我這個消耗預算 這就是什麼 公開 鼓勵人浪費 開不完你就把它省起來 對吧 還有更嚴重 還有一個預算達成率 預算達成率 預算達成率 什麼意思 就是說 要判斷一個行政單位 它的工作效率好也不好 用 以消耗預算的比例 來做工序 你預算 如果開到百分之百 這樣說 你這個行政單位的 工作效率最好 那不是這樣 不是嘛 對吧 對吧 會開到百分之百 不一定會做事 對吧 對吧 所以這種 這種工年 集齊 給人 浪費 這種奧文化 我們千萬條要給費得 以後 不能讓他存在 再來 再來 各位 如果 這關一個單位 做一個領導的 官員 你們的行政事務 可能就要再加這三項 什麼三項 你們就要想辦法 整個一個良好的行政團隊 會定用啦 不是團隊 說太快 還是說做一 這 什麼政行 就是說 你的這個領導 官的部分 行政部門 行政部門 橫的 要分工合作 分工合作 你的行政部門 官的 個別獨立 合作 無分隊 但是要 合作 不可以 做個人 做個人 到時候 這麼少不知道 哪補手在做什麼 還是哪補手 這樣不好 就要分工 但是 就要還可以合作 再來 值得 行政 層級 還是行政階層 就要分層負責 中間不可以斷 一斤一斤 一斤一斤要負責 他自己要做的事 要有連貫性 要黏住一個 不可以我回去 不可以 上頭在做什麼 會不知道 下頭在做什麼 上頭不知道 這樣也不可以 所以 有這個 行政的 定量 之後 你就要做什麼 背負一些 自動自發的 補俗 你就要訓練一些補俗 去接這個 行政定量裡面的 行政定量 你要怎麼背用 先前條件 你應該 要將每一個行政定量的這個 將來 每一個人 去接那個行政 時 他馬上就知道 說 我這個行政 要做什麼 不必你 抵抬牆 叮鈴 說 走你 叫你做什麼 名字叫你做什麼 你的單位如果很大 你怎麼有可能 每一個人 你都每一天抵抬牆 不可能 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 你就要 死心 計劃好 有一個 感動單位 都把分子 輕輕做做 現在 如果沒有分 你就要 研究看 要怎麼分 定了不清楚 要修改 不定的 就要定 所以 你有一個 行政定量 和自動自發的補修 1 加2 我只要下一個公式 請問1加2等於多少 有 有人 你再聽過 1加2 在這裡 不是等於3 我們現在不是一個聖小 1加2 就是 你有一個行政定量 還有自動自發的補修 這樣 你這個 行政團隊 你有一個 很好的行政團隊 做這個 領完也好 你這個團隊 很好 所以你的感動效率 一定正常 不會啦 但是我們不是媽 能夠 我們也不會把 抓阿扁去看 不會啦 我剛才有說了 中國奧文化 我們一定 要把他廢測 哪有可能說 我們 冠冠自己的人 他如果沒有做壞事 要怎麼弄怪 這個團隊 你經濟的 初級班 和國級班的訓練 現在 又將 中華民國 流亡政府的 制度 把這樣 所以我們現在 要把他幹走 他已經就要離開了 所以 不用玩好 比如說你又說 時間夠了 他要走 所以 不用把他笑念 最多的是 好像說 誰要怎麼 手把他拿著 他就走 對啦 但是 那是另外一種的關係 我們現在 這段在說的 這是 這是在說 我們行政的時候 各位 將來 如果是去接管 一個團隊的時候 面對 這些問題 最後 就是這樣 要面對 因為 領土改善的人 他們就要 付出 變 預算 因為有預算 你行政團隊 才有 辦法 運動 要變這個預算 可以應用我們以前說的 依法行政 當然就要 依法編 預算 對吧 你不可以亂編 那 如果 依法編 預算的時候 就不會出 這關問題 就是 你如果 沒有 福報的 預算 就沒有 被砍 預算 的問題 對吧 你如果 根據法律 去 變預算 這樣 不必 反而說 你的預算 會去 檢查 下去 說到這裡 可以再說一個 一個故事 給大家 很參考 應該差不多十年 甚至 更久 也不 在台灣發生 一件 十片的問題 那是 堅持到 田家屋的問題 所以要查出來說 黑熊啟水 裡面也有 那些問題 明天就報宅 之後 黑熊啟水 才沒有人敢 所以 生理壞 黑熊啟水 那間公司 大概 八歲經 所以 他就塞農 一些 立法委員 這邊 立法院 撤出 這問 問那個時候的 衛生司長 他說 十片 衛生管理法 是你在主管 現在發生 這關十片問題 你怎麼管 那個司長說 問到 食品衛生管理法 是我衛生署主管 但是呢 我的衛生署 那個時候 只有一個食品衛生科 裡面只有七個科員 你想想看 七個科員怎麼管 台灣所有的食品 不可能的事情 不是 比較想看 對嗎 怎麼可以這樣 既然如果是你去主管 你又管得 眉眉毛毛 又說 我只有七個人說 所以我管不去 怎麼可以這樣 這就是這個 依法 行政的時候 你就要依法 編預算 這項業務 如果是你管 你要扶植 你就要變預算 那是你的主管 你如果不變 到時候做問題 就說 嗯 我人不夠 這樣是你的主管 對吧 對吧 那你如果變 有向日本人 偷人 偷錢 日本人 不給你 那是日本人的不對 如果有事情的時候 你應該可以 徒賊 所以 各位 很重要 要依法 編預算 對 所以我們現在要改 所以我現在來強調 叫我們動心 大家 不可以根據 中華民國那樣 就要 根據 政客的 法律規定 編預算 最好 我們接政的時候 事務是什麼 各位將來 如果被派去 接官一個機關的時候 應該不是要叫你去辦業務 你們的任務 應該是讓所有 鑑讀 控制 要裁判 這怎麼過世 鑑讀 就是 鑑讀你接官的 談話 是不是有遵守法律 我們在說的法律 有遵守 違背心接種的環節嗎 如果不是違背心接種 那種 那種空間 我們不可以做 那個行政業務 我們不可以接的 遵守法律 法律 我們再中華一次 我們的法律是什麼 日俗美戰 日俗美戰 佔領不得儀團主權 再來 來 地方政府不得就地合法 對吧 念得到我們 那念 反共八股 其實不是反共八股 這裡的意義很親密 對吧 日俗美戰 就表示說 我們這份的國際地位是怎樣 我們跟日本的關係 跟美國的關係 我們被美國占領 但是我們也有被占領的領館 可以享受 日本 將我們不記得 我們也要跟他提醒 說 跟美國人說的 我們是天皇的神明 是現在的日本人的 逆賞 他的大哥 對吧 阿 占領不得儀團主權 就是剛才 我們這位當時 在在 關心的 中華民國是受到 美國的威徒 代表美國佔領台灣 所以他不能儀團我們的主權 什麼主權 我們的財 他也不能給我們儀團 所以已經有儀 所以已經有儀傳 我們將來都要把它討回來 所以在這個地方 請大家 要瞭解 要遵守法律 就是這樣 你 流亡政府不得就地合法 是怎麼說 因為 你這關的單位 如果是 還有 有人 要保留 中華民國的師匠 和官僚 中華民國要離開台灣 以一關師匠和官僚 和這兩項 你去接管那個單位 這樣的時候 必要的時候 你就可以做財管 人不適合 不能跟你配合 觀念不一樣 你可以把它換掉 因為 營業不適合 不是為佩服的 空間 不可以做 這關錢 也不可以開 就要把它抖起來 所以各位 你們必要的時候 就要做 臨願 和經費的財管 希望今天 以上的介紹 各位都 全部了解 以後 請各位 把握你們的臨母 祝各位 成功 謝謝